為什麼原住民考試可以加分呢 以報考專科以上學校來說 其實 1951 年就可以加分啦 因為當時國民政府來臺後 積極推行山地平地化 為了讓原住民學國語以及漢人文化 並融入社會 所以參照邊疆學生待遇辦法 把錄取標準降低 25% 同時大力推廣國語運動 但也導致原住民語言文化大量流失 直到 1987 年解嚴後 大家開始重視多元文化 2001 年將原住民族語納入九年一怪課綱 並改以專法 原住民升學優待辦法為依規 原住民終於不再是邊疆族群 或山地同胞 只是正當大家擔心 新一代的原住民變得不太會講母語 文化出現缺口時 開始有人質疑加分的正當性 因為很多漢話原住民的生活習慣 其實跟一般人已經沒有什麼兩樣 既沒有適應社會的困難 也不見得了解自己的語言文化 因此 2011 年 政府推出新辦法 只要原住民通過 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測驗 錄取門檻可以從降低 25% 擴大到 35% 來鼓勵文化傳承與復興 同時減少外界疑慮 而同一年沒有通過測驗的原住民 加分優惠也開始逐年減少 5% 直到 2013 年只剩下 10% 沿用至今 但回想加分的初衷和本質 國民黨政府制台時期 是基於統治者漢話的立場 展開一系列原住民升學優待的政策 但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說 被要求學習適應漢人文化 學習成果還作為原住民決定 能否繼續升學的判斷標準 這樣的做法對原住民來說又公平嗎 更別說因為加分而被喬不起或排擠 的確現行的加分制度能幫助原住民就學 但同樣在原住民之間也有城鄉差距 尤其身處豐富資源環境的原住民 就比較佔優勢 內部競爭加上外界的誤解與歧視 以及漢元文化的落差 這些問題都需要被解決 恐怕不是單靠加分制度的增修就能了事 蛤 太可怕了吧 英國有將近三成的小孩過胖 現在連政府也看不下去 決定在2018年直接對飲料廠商開增糖稅 逼迫他們調整配方降低含糖量 得到來 得到